那姐姐我先來好了 我買了這個東西 我兩件外套 都是一個意外 第一個外套是因為 我跟陳美鳳去香港 因為我們在跨年的時候 臨時決定去香港 然後我到了香港 因為都在打折 全部都在打折了 所以我就沒有東西可以買 包括我必須講 我就是一個不買打折瓶的人 好 因為我們到香港只有一個晚上 所以隔一天我們就坐飛機 在等飛機的時候 我們提早到了 等飛機的時候 我們就到了香奈兒的店 當香奈兒機場大家 香港機場有去過 香奈兒是兩層樓 我有個Hand Carry 反正不押當就是 然後美鳳姐要上二樓去看衣服 我就拿著要拿那個Hand Carry 我就看樓上有兩個男生 就是站在那邊這樣看我們 可是其中有一個男生就說 就跑下來說來…我來幫你 男生不是年輕人 我覺得當然比我年輕 年紀大概在40歲左右 當他拿起來 重耶 他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重耶 小姐妳很厲害 我就 他介紹的東西我都要買 好啦 他就進去裡面 拿了大概有50件 我選了 我喜歡其中兩件 但是我只買了這一件 因為另外那一件Size不對 然後我就買了這一件 香奈兒的外套 外套的原因是 因為我很多香奈兒的外套 可是這個是我沒有的型 然後因為都是黑爐爐 他就告訴我 今年要流行就是這邊要別別針 大大的別針 別針 但是不能只別一個 要別兩 三個這樣 對 大大的 然後還要別一朵花 好大的花 我就說OK 來 就這一件 變成四個 就是這一件 真的妳沒有這個型 好美 我沒有這個型 好 一 二 三個別針 它是一個一個技價的 那一朵花就在它沒有別 因為我說我不打包 因為我的hand carry滿了 我不要打包 這個盒子很大 每一個盒子都很大 然後外套的盒子也很大 所以我都不要 我就直接披著上飛機 所以我也沒有套子 也沒有盒子 什麼我都不要 他就幫我別好 可是他可能花他沒有別好 就在我最後一刻 要衝上飛機的時候 我叫他把我的衣服掛掉 我發現那個花不見 就是掉在某處 可是沒有關係 有人好幸運 我只要跟你們講 就是說那個服務員很重要 前一陣子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人投訴說他買了 那個手環 然後去刮 有刮到信心什麼 我覺得當然 當然消費者是對的 怎麼樣都是消費者 有理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香奈兒的 Sales要再教育 就是應對上面 這些八話我就不講 我們來講一些開心的 你說這一件我要不要買 要 他是 好可愛 好可愛 他是這樣子的 戴一個袖子 你看袖子在哪裡 好可愛 好漂亮 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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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多買了一條這個鍊子 就買了 他是說新的鍊子 所以我就 就在那一些些的時間 我就買了 1 2 3 4 已經沒有圓的花 五樣東西 就買單了 完全是衝著服務 服務 真的 很重要 因為我都是一直走很 從我的外套 你就可以知道 我是走很低調的 這個是他很熱情的幫我配的 因為我本來都走歐嚕嚕的 在跨年的前一站 我在日本 也是三天兩夜 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想要吃 我跟陳美鳳瘋了 就是為了想要吃日本的一家拉麵 我們就為了那個拉麵 我們就跑去日本 三天兩夜去吃 好 在排拉麵的時候 因為我們定的時間 還有40分鐘 剛好在旁邊 有一家類似很小很小的店 然後都是辦一些 就是很誇張的東西 我想陳美鳳的店 我就坐在那邊等 就在陳美鳳在那邊 試試試的時候 我就這樣 看到一件衣服 我就買了 一點都不像我的風格 我跟你講 那件衣服穿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 我是山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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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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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 我哪時候 你為什麼要穿 會穿這種衣服 然後就是 在滑雪的時候 是不是 就怕人家看不到你 我穿這個不能滑雪 沒有辦法滑雪 我那麼怕熱 然後就是 我好高調的一件衣服 就是很高調 真的 很巨星對不對 對 真的 超巨星 可是是潮流巨星 真的嗎 對啊 穿一個這個有沒有 那妳這個帽子再一戴 墨鏡再一戴 天啊 那是誰 那個阿滴 阿緹先來 阿緹來 妳看 然後那個帽子再一戴 我看 好嘻哈歌手 她還 她還頭低低的 對 頭低低的 一定是巨星 她一定是巨星 對 就是巨星 來個嘻哈 來個嘻哈 是不是 有用 趕快跟董出去好了 再見 是不是 感覺好溫暖喔 妳就會覺得說 對 一件衣服就改變了一個人的 真的 個性跟特質